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怕来不及 没有告诉你 只要否能原谅消息 参放到桌子上就好了 王经理有什么想说的吗 关于文件第六页 名利要重新调整 市场部都得重新制定营销 方总 方总 您在酒店是不是还有事情好吗 我跟你们说过 在开会的时候 不可以聊自己的私事 还有第八页纸 你们都记一下 季度回馈要重新更新 尤其是上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 广告部你们有听到吗 你们还记得吗 方总 要不您先处理一下您的私事 我跟你们说过几遍了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可以打扰我们开会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在唱什么啊 我在跟你道歉 吃了这个原谅蛋糕 就元气满满 就不生气 韩助理 方保安哥 使不得 使不得 谁让你一晚上不回家的 连个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想说也说不了 你就给我十分钟 我没心情听你解释 五分钟 我要上班 三分钟 我要开会 一分钟 来 就是那个 我想说 我想 我想说什么 你还是直接问吧 有什么你就问 我保证不撒谎 好 请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邻居 这个肯定不能告诉你 是为了收集荷尔蒙啊 这个 不能说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说是我的前女友 当时是担心外星人的身份暴露 没办法吗 这个 也不能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要接警我 当然是想拿到荷尔蒙素啊 这个 不能说 柴小七 你说你要专长来跟我解释 要来跟我道歉 但从刚刚到现在 你一句解释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事情 上这么厚脸皮的人 不是 你 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报警 报警不行 报警使不得 好歹我也给你做过相说 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 你不能开除我 我们F集团不需要 蛮口谎言的员工 那 那不行 我记得F集团入职协理没有写到 除非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 和工作失职的员工 我这两条我都没占 我凭什么被看出 我不能 在那个第四页的第三十三条上面 什么入职协理啊 谁写给你的 一个默默无闻的月老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跟你说实话你又不信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可以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玩 但你能不能继续待得下去 就看你自己的能耐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在这里住吗 赶紧给我回家 怎么又是干得好就留下 干不好就走 老头的剧情 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好 呀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